作曲 李宗盛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而WBF是1983年开始 已经是管理米埔 这里很多的生境 其实都不是天然 是有人工改变过 亦是我们管理的 而我们管理的成功 其实是有赖对生境内的生态 或者生物所知有多少 最初期 八几年至九零年初 比较多研究人员 来到米埔做研究 但近十多二十年 当然也继续有人做研究 但对于我们所谓的本体调查 即是我们里面究竟有什么 昆虫或蜘蛛 究竟在米埔生活 这个都不是知道得很清楚 我觉得公民科学家 首要的任务是 跟我们一起去欣赏大纸 平日他们的工作 可能已经很繁忙了 今天进来米埔自然保护区 希望他们都可以放下 他们一个很繁重的心情 去欣赏湿地之味 他们进来这里 会跟我们一起 很有系统地去记录 这里的生物多样性 令米埔自然保护区 它管理更加有限 我们平日在电视网上 都其实看到很多 不同野生动物的照片 或者影片 但我想始终都是隔着了 一个荧光幕 进来米埔自然保护区 他们可以亲身地 看到不同的动物 看到不同的动物之间 它们互动 和我们的互动 和湿地互动 所以这个这么宝贵的经历 其实就是 有自己的每一席原用的方法 去令大家欣赏大自然 还要保护大自然 可以和那么多同学 一起去合作 去完成一个调查 觉得很开心 学到一些不同 泥坦生物的知识 和人相处的技巧 可以来到米埔 了解不同的酌尿的名声 又可以参观到 这个自然保护区的地方 所以觉得是一个 很难忘的经历 是好让到隔了 很多樱掌 那些我做得到的 都有其他类似的 但我认为 透過這次的活動 多了解附近的生態和環境 這次參與這個計劃的得著 會更了解在米埔的生物生態 生活環境 和對它們有不同的品種 和科目更了解 最初不知道香港原來有這麼多物種 知道了之後 就發覺很需要去保護 米埔是其中一個地方 其實很多交易公園 都有很多物種 可能我們不知道 但不要因為不知道 就去破壞它 希望他們知道他們平常的生活 譬如我們買一個膠瓶 我們吃一些海鮮 或者甚至乎我們用一些木材 其實都對大自然有很嚴重的影響 所以希望他們可以反思 平日我們的生活 如何影響大自然 如何影響這一群在這裡 掙扎投傳的人生物 我希望將來會看到我們的大自然 會保留到 單止為青蛙、為昆蟲 去保留這麼漂亮的地方 也是我們香港社會裡面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可以讓我們去享受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宇盛 感谢观看